具体的发现,封出来,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些具体的帮助 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大概我就只能在某项层下来谈,用一些做法议 那本来,本来有几群知识分子,要开设一个室外的大群,叫做国际大群 那我就为这个国际大群设计了一个写作课,刚要12个礼拜的课程 现在就要把这个12个礼拜的课程,在3个小时前上完,用快转的方式 先说明一下,这个课程的话,世卫已经要写第一个论文的设计 不管是硕士班、博士班,同样的适用 但以后你要再写别的论文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原则,应该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所以,原则上的话,我就会按照我大概上这个课程的方式 用最快的课程,我把一些基本的选择讲完 大致上的话,这12周的课程可以认识成4个小节 大家可以立即看到升节的线 前面3个礼拜,然后2个礼拜,然后3个礼拜,然后最后的4个礼拜 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比较机械性的动作 所以后面4个礼拜进去的东西,可能就时间少花一点 那第一个要谈的,当然要谈什么是学书论文 过去我在看前乡所的论文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图案 好,谢谢 谢谢 就做前台 我就想够够够够够够吧 先往后一集吧,请下来吧 就做前台就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作为学术论文 特别是学会论文来说 第一个要证明的就是 我属于这一个自然之后 那你怎么证明你属于呢 怎么样加入这个学术社群呢 人家讲说加入学术社群的方式就是说 他交费费啦 或者更新一下名字 而事实上最重要的加入学术社群的方式是说 你写出一件论文来是在这个领域之内被人尊重 而且认为说 对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人写出两个东西来 他属于我们的社群 所以学术论文的写作的话 你要证明你属于这样一个自然之后 第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证明你知道 这个自然之后是什么形成的 也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要呈现出来 你对这个学术领域里面的掌握 这个掌握不单单是说相关的资料你曾经读过 而且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你读过 同时还要呈现出来你不是只是一张白纸上这些伟大的作品 在你心里上留下一些痕迹而已 相反的 你要呈现出来你对学术理论 学术领域里面这些理论的说法都有掌握 掌握到一个第一步你还可以对它进行评判 你开始显示出来它的局限性 你可以延伸它可能有的含义 你作为学术论文的写作的话 必须要对这个学术领域里面可能相关的资料 做某种程度的消化和呈现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认识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学位学术论文的写作是在既有的权利关系当中 谋求生存的资料 换句话说在既有的学术领域里面 经浅力的某种权利关系要对你尊重 也就是说你不能写这些伞成理 你至少要尊重你这个领域之内的某些学术规范 你可以对这些学术规范稍作修正或挑战 但是这种修正和挑战必须要是站得住脚的修正和挑战 也就是说你也提出另外一套东西 而且这套东西让别人看你就觉得说 哇 真好是有文字 除非是这样的活动的话 你的如果只是说我不愿意完全做这个游戏 所以我就故意把我的论文里面那个输入我 就是不按英文字母排 或者我不按那个姓氏的比划排 或者我随便我高兴写进去写进去 我高兴写进去不写进去 这一种游戏的话都不能玩 因为不管怎么说学位论文的考试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观法 所以在写作 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的时候 必须要认清楚你处在一个权力关系的卧视当中 稍稍要低头一下下 要尊重一下在这个领域里面 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常规 要挑战 要有真本事 在你的写作当中来迎接可能挑战的游戏 如果你意识到了学术和学位论文 是在既有的学圈里面 进行某种权力抗争的活动 你也认清楚了 你要在这个学术的预域里面 展现你对所有的这个资料的掌握 那么写论文就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 一个个人思考的过程 我在城乡的时候也看到过很多论文 有很大的缺陷 这个缺陷 如果照我前面所讲的 这两个条件来讲 是很明确的看出来 但是缺陷就是 通常会有第一张 就是很研究之设计 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是随便讲讲一个大纲而已 第二张叫做文献探讨 这一张的话 通常是我最痛恨不愿意的一张 因为这一张的文献的整理 往往看不出来写入 这个就是生的声音在哪里 比如说我看完这个文献 这个文献检讨 很可能是房间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写的 因为这张里面既没有对这个文献 有一些个人的观点的呈现 也没有对这个文献 加以某种批判和运用 而且写完了第二张的文献检讨以后 在后面三四五六七八张 再也不见文献的数据 这是在陈香鲁常常看到的一种论文的形式 好像就是第二张的文献的研讨 它就是最后 这个我们把我读过的书里面 通通这个summarize 了一下 总结一下 就在那里那张看起来有好多名字 有好多页数 有好多不同的观点 讲完了就算了 这张就结束了 后面就是本人的创作 就开始从对于某某什么空间的一种分析 对他的一行 他内容或手里 这一种做法 其实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 我讲是一个第一个假设 有好几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就是说 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学而已 而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就是把那个方法学套到我要研究的那个东西上面 所以我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就像高炳师傅一样 拿一个模子 然后抓一坨面 然后点按一下 然后出来这些论文 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就是到底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方法 全可以对我们套到一个东西上面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完全不经过你的消化 完全不经过你的处理 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那还有另外一些人的做法是 他认为文献大概就是 我对于现有领域里面各家说法的客观呈现 所以我就讲讲我就是说什么呀 啊 说什么呀 什么蒙古人说一说说 说完了 就表示我文献看完了 那下面就是继续做文 这里面的话 文献里面呈现不出来你的思考 也呈现不出来你做了什么样的工夫 你跟文献之间有无紧张关系 你所带着的七八个不同的理论家之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紧张关系 通通没有被你所理 再说到底你对文献的处理 用高柄模子扣到了你后面的分析上面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到底前面的文献的整理 跟你后面所做的历史形态分析之间 有没有真正有什么样有机的关联 有很多时候我看不出来 当我读官怎么认为了以后 我会发觉那个第二章 好像很独立的存在在整个论文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反而大家就是好像证明一下说我曾经翻过这些书 我曾经抄了几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我希望今天讲完这个以后 以后再出来的论文里面 第二章跟其他章节之间 会有某一种有机的盛工 也就是说第二章的人 还长到英文不散 在后面的章节中出来 以便你的分析可以对文献的原作者 做某一程度的调整 或者挑战 或者修正或者印证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时时刻刻想到 你在跟其他东西发生关联 这一点上面的话 也是学术论文的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在这个 What is a research paper 前面我已经讲的是 Academic practice for certification 它是一个学术的实践 来证明你构格 那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past 翻译 在你的学术领域里面 已经有很多人 对于空间的研究 对于空间的程式 对于空间的意识形态 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论 提出不同的说法来 如果你只是像糟米师傅 就套一个模子的话 就这样你大概就被certify 做一个英武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建立 事实上我们都期望 硕士班 博士班的学生 能够在自己所做的这个发展里面 显示出我跟某某 大家常谈到的一些题目 是由某一种张力 某种关联的某种修正 就在这里的话 你在学术的版图之上 就要先为自己定位 换句话说 第二章真正的意义在于 当我把所有的这些理论家的东西 摆出来了以后 我总要在这张图上面 有什么意思 我相距离佛 又有多元 我相对于Buff 来讲有什么差异 你自己要能够想过得住 如果你不能够呈写出来 你想过得住的话 不计量你还是那些英文而已 所以所谓的Pathfinding 事实上就是在你的论文里面 你不断的跟现有的一些理论资源做对话 当你在观察某一个附近的特殊意义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联想到另外一个人对于这样一个空间的说法 而你的说法跟他之间有何差异 所以事实上整个写学术论文的过程当中 是因为定位过程 你总是在告诉别人说 哎 记得哦 我还在这个学术圈里面 而且我跟每个人保持某种关系 在这一点上面 我跟他是合作的关系 在那一点上面 我跟另外一个人有某种张力 我觉得他的东西需要修正 他忽略到了什么什么 只有在这样一个定位的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向这个学术群里面展示说 我对长材料是有掌握的 我甚至可以说得出来 我跟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Cath Funding 对于我们这种新出道的 刚要的这个从竹子里面拿出来的 什么硕士博士们很重要 重要就是在于说 如果你是一个高比师傅的话 尽量你也只是把别人用去套一套而已 你不会有一家之年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加入学术社群 证明说你有这个能耐的话 你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众多的纷扰声音当中 唱出一个高粤的音笔 显示出来我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办法 我对他的东西认识了很清楚 而且在中间 插出一条道路来告诉别人说 我有一条同的道路 这个道路是对原有的理论 做某一种程度修正的 而不是只是应征 只是套用一下而已 在这里我们要认清楚 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它本身一种又汉言有权威 做某一种妥协 在数学的形式上 这个论文的这个形式上 可是又对原有的理论资源做某种抗拒 并显示出来我对于这个资料有掌握 我对于这个资料是有批判的 所以它事实上跟现有的 学术领域里面的权力 权威理论和问题的架构 进行的是一个蛮辩证的抗争过程 它在某些方面可以巧学 在另外一方面 它就要非常清楚地 把数字笔道来 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你才可能在学术的社群里面 谋论一些质历 你前面的话 这部分是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一个学术学位论文 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权力运作 它事实上是一个权力运作 是有这样的成品 而你越早认识到这样一个权力运作 对你自己学术的过程当中 就越有那种方向感 越有那种处处要和现有理论 这样一个形象 这个做法的话 英文里叫做begames 就是你要跟对方正式交手 你不能只是说 我把理论家中讲完了 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 两头完全不搭枪 你要engage the existing theories 已经存在的理论资源 你要去挑战它 要去想办法拉出来那个线 拉出什么线 我们到下面讲 很多的时候讲完了就是在 因为这是浓作性的做法 就跑跑跑骂过去了 第二个 选择题目 选择题目对很多人来讲 自己是大的困难 因为他觉得说 我好像选择这个题目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 不限制 因为大家要选题目 都不同性质 我只能讲一些大言 先告诉你 哪一题目不能做 第一个不能做的 就是别人已经做过 你也都不带太好 不带什么经验 有很多人说 我还没有做研究 我不知道领域里面 已经做过什么东西 然后当他决定的题目 他跑到领域里面 去开始找的时候 突然发觉 好多人已经做过 很多人已经处理过相对的 而且有些大师们 找下大师 你要找一个研究 你要找一个研究 台湾某一个特殊的空间现象的时候 你会发觉大师已经写过 而且写得很好 然后你越读就越新交 因为你要讲的都不要讲完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只有说 你不信 你赶快换一个题目 或者 你如果胆子够大的话 挑下大师的毛链 而在你的论文里面 自成一家之一 这个的话 当然就要看有个论词 但是通常我会鼓励大家 不要那么累 不天下的在目的 多 再继续带着 已经被人做过的题目 你自己在要再做的时候 我需要给人家加倍的力量 因为你不能再走到路 你走到开做一些内心的东西来 这个是比较难做的 我今天晚上讲的 讲这部分 我还有一些很多那种 审视的方法 偷懒的方法 我一向认为教育 不是教导你们做正人群 教育你们要包含我们怎么样 走捷径 跑到前面去 然后再做点别的事情 不是叫你走捷径来偷懒 跑到前面去 再做点别的 这个开进去是新的将来 所以别人已经做过的题目的话 你最好赶快想办法再找别的 那我怎么知道别人做过没有呢 那这话 你不是要证明你 对这个学术领域很清楚吗 所以就平常在研究 要做得比较稳快一点 知道别人已经做过什么样的题目 第二个 还有一种论文是比较难做的 这个难做的就是说 失保不到资料的题目 像有一些人啊 会想到要做一个空间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发觉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资料 那这里面的话 就完全要靠自己生产 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可以使用 这是另外一个危险 我不知道在承详组会这样危险 其他有些领域里面 比方是有人想说 我要做一下 呃 台湾的识人组 你是不是进去找的时候 虽然你觉得情维很有趣 不发觉没有任何的相关资料可以找 所以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不要忘记 你是要玩一个学术领域 也就是说 你跟学术领域之内的东西要搭线 如果你找的那个东西 跟学术领域已经存在的东西 什么线都搭不上 你没有资源可以汲取的话 这也是一个蛮危险的论文 你这个论文 就变成了你的某种宣言 完全没有跟其他东西搭线 可不可以搭线 我希望你到River 才要继续在想 那个线是被建筑出带的 所以在你找寻你的题目的时候 在思考你的题目的时候 到底什么东西 怎么样来坐落你这个题目的话 就看下面有几样东西可以看 比方说 你现有已经存在的研究 你那些研究 跟他们的研究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联 到底你们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张力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空间的研究 会对对方的理论 形成某种搅扰 或者质疑到它是否完整 另外的话 你还可以跟现有一些理论架构 来做某种联系 我一直记得我在台湾社会研究机关上 曾经写过一篇 台湾的麦当劳话 就是谈麦当劳的问题 但我原先写作的时候 就是对于麦当劳 在台湾的一个文化形象 或是他的循迅的操作 来加以分析 但是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的话 显不出来 你跟你精神在的一些理论有什么关联 所以事实上 你就要回头去想说 我这样一个说法 会不会直接挑战到一些寄存的 非常根本 大家都以你当然的一个架构 那当时的话 我回头去想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做这样一个 好像蛮具体的 对于空间的分析 到底能够跟哪一个人的东西搭上线 而对那样子 有点是一种补充 所以那当时的话 我回头去想的时候 找到的是 马克思对于资本移植的说法 因为麦当劳是 跨国资本人 从美国已经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有很多东西 是在原来 马克思的里面当中 没有被处理到的 就是这个外来文化 在本地文化中转化 他自我要转化 他也要转化本地文化 那这部分细部的东西 其实 马克思本人的速度都要做起来 并不是那样多 那么或许 当我把我的论文 坐落在 马克思这个传统里面的时候 他有更高一层的意义 邁请华说 如果我今天 对于阳明山的地景 做一个分析 那我分析完了以后 就分析完了 这一种协作的方法 就不如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是 在这个地景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能不能看到 它跟一个更大的理论架构之间 有可能的关联 也就是说 我们大概是一个 对阳明山地体的珍惜 我也是对一个 帝国主义符号 平坚符号的珍惜 或者说我对于 这个中国的某一种 对于风水观念 和日本的某种 军国主义的柔和 这种文化状况之下 阳明山地体的真正原因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也一直所做的一个小小的 本地的个案的分析 都可能有非常深刻的 理论上的含义 它有一些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看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东西 跟一个更大的框架 连在一块 今天我可以来谈性教育 我谈一些性教育相关的东西 但是当我把这一种文章的头 连上佛洛伊德的某种心理分析的时候 我的文章不单单是 教育领域里面谈性教育 我还可以移植到 心理分析领域里面去谈佛洛伊德的理论 这意思就是说 一个理论 比方说有关于 两个政治实体对谈和事 或者说 政客对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逃避灵墓上面的一些僵化的措施 这个说法的意思 其实是说 我们常常在想 一个理论 大概就被我们 顽外 引到一个case的小元去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的是说 事实上 那种case 倒回到不同的理论小元去 原来的模式小元去 我们一般来思考的 总是因为单向说 我今天有一个心理分析 或者我有一个解构 或者我有某种符号学 然后我就把符号学 扣到一个作品上去 我们就想到这种单向的应用 可是我刚刚讲的方式是说 在写作当中 你可以从local的case 回应到一个理论的架构上去 以便让你这样一个小case 可以有一点比较深刻的可能的理论的含义 就是理论的挑战 我没讲什么新的东西 我真的没讲什么新的东西 我现在讲的这一套 已经在前面讲过了 就是你跟你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我现在换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提 就是从所谓的applied case 回溯到一个原来人的photology上去 而我扣心理分析 或者扣解构 或者扣结构学 结构主义 或者扣符号学 就会扣出我这个文章的不同色彩 现在你听懂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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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二点 我们讲说 in relation to theoretical framework 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事情来说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语来讲 我们常常在讲说我要写一件文章 确然讲戒因 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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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可以被扣接到很多事情 像一样 戒因可以扣接到国民生活健康 戒因可以扣到环保 戒因现在还可以扣到性格气息 当你把这个文章 扣接到一个另外一个issue 或者另外一个theoretical framework的时候 你这个文章突然有了另外一个意义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要求戒因的东西 它对于民族之存亡 对于两性之平等 对于什么什么 都有很深刻的意义 那这里面就要靠你自己的思考工夫 来让你一个看起来好像很local 很小的一个case 展现出它有可能跟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缘结在一起 而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 呈现出这种缘结 事实上要靠你自己的思考概念法的过程 谢谢 我已经讲了这三方面 一方面是跟进程的研究 一方面是跟有论的架构 还有一方面是跟目前很热人的意识 或者很热人的一些climic 这一种事情的话 当然第一 我这样总统来讲 这三个 如果说你能够注意到你的题目 跟他的research有什么关系 你就已经先证明了你懂 其他的research的存在 你知道你跟他们这些关系 如果你能够指得出来 你所做的这个东西 跟其他的理论架构有什么关系 你在这写作的过程当中 证明了你有理论的高度 你看得出来 你跟他这些有没有紧张关系 如果你还指得出来 他跟现在的currency 现在附设的一些议题 一些争议相关的话 就更显示出来 你对于 你不单是这个理论知道 你还知道现行和生活文化里面的一些 很热门的经验 这样的话 你的论文不单单是一篇学位 学术论文 它还是一条八爪的章章 画在好几个预论里面 让别人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一纸前提 这位大军有一戒指导大 你不要来看这个确花 你刚刚说 像中外文学二月号的上面 陈昭一篇文章 陈昭一篇写与台湾文化一篇文 那这个的话 如果我只把它写成一篇历史学的考证 就是一篇历史学的考证 就只有这个写是历史学的猫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写的东西 其实包含了对于现在台湾本土化运动 或者甚至政治上的本土化运动 有含义的话 如果在这里也有那一层意义的话 你会发觉这篇文章就会特别得到 它也有很多人的注意 大家觉得说 哎呀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意义 是我们还没想到的 这里面有个含义 或者说 嗯 这个人写这篇文章 不知道有没有在纸张画 来按几个我们的运动 当你写作论文的方式 使别人看到 觉得你们这个论文所处理的东西 似乎有很深刻的含义 可以影响到另外几个领域的操作的时候 这个文章就真正的被看中了 也因为这样子 你的论文不单单是让你进入一个学术语义 你可以进入好几个语义 好几个不同的社会的套语义 但是讲起来说 你们都觉得说 啊这个作梦 我只要毕业就好 这是一个很坚实的问题 当然你也觉得这么困难 当然我的作法通常是举法和上 我讲最好的 但如果到最后就能不吓的话 就年年长长过关 那也行 不过这其中只有一些外胎会受到刺激 所以我不要 我要多做一点点 好 你的题目在决定的时候 多去想想这种可能在理论上的扩展效能 它能任何其他的一些印象 好 第三个 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谈论一个题目 就是到底我做的这个题目 跟什么是相关联的 相关联的 关联的 我们从前总认为说 这个事情 出来了以后 我们要找个专家来问 它很自然就一定是某一种专家 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一个性骚扰的问题 那我们赶快去找一个跟性骚扰相关的专家 那如果没有性骚扰的专家 至少要跟一些暴律啊 警察啊 或者是心理啊 或者是社会啊 好几个我们看起来是自然就相关的领域 自然就相关的话题 那我现在想要讲的就是relevance 这是天然产生的 relevance 是被你的论事去进入出来的关系 你不去说它不是自然的关系 你说就是看起来表面上没关系的东西都被你说出关系来 所以relevance这个东西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 都需要在论述层面上被明确的指出来它的相关系 举一部例子来说 我们常常在写一个论文的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说我大概要做一期待分期待 我就一定是挑选了纳紫的作家就好了 比方说法子啊 或者地购政啊 或者那几个跟一期待有相关的理论这样 我大概就选择这一群就好了吧 那其他人大概就跟我互关了吧 可是事实上 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事没事 钱都很脆 所以我们那些乱的事 看起来跟我要做的擦嘴无关的事 他走了 老板走了 我们就可以讲那些抽巧的擦嘴 这个抽巧的方式去训练 很多时候 我看起来跟我互相关是这些书 可是呢 我前两年心血白了 我还读到另外一些书 那我可不可以把另外的这些书 都放到这里面去 增加我后面书目的长度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资料 要被你创造出相关性来 你得要吸出他和他之间的关联 你把这个关联建立得起来 我就说 塞进去 因为它不再是一个 随便乱塞的东西 而是已经被你用论述建构出来 某种有机性的关联 所以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东西 事实上可以透过你的论述 去让它在你的这个言当中出来一些 这个 姑且称其为小知的思考习惯 小知的思想习惯就是 小知的思想习惯就是 你也知道嘛 有一些人 他有事没事读了一些书啊 什么混合啦 美彩啊 在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虽然我们在讲一些 这个不相干的什么事情 他突然会冒出来一句说 你混的吗 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旁边有一些非常不自知的人 然后你就说 啊 啊 好伟大 他什么都不过 其实他可能只住 搬到椰子外 所以不能讲太白 对 对 暗示一下的时候 即使是你在村里面搬到的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你会被你建构起来 放在你的文章里使用完 会不会有意思的 当然你不要做那种 就是 丰满荣乌相纸的 丢一剂出来 然后让你周围的人 就是狂笑的 我刚才讲的 relevant 必须要被constructed by discourse 你一定要论述去连他 你不能够 就这样直接把他丢出来 而你 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你这样做的话 人家会说 看不算有什么关联吗 当你的指数者 读到这一句说 诶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看不算有什么关联 你知道 有些人失败 你没有把这些关联给建立起来 所以即使是 在你的空间论述当中 也要选得恰当 而且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所在 而且能够标示出来 意义在哪里 我其实也有注意到说 这一两年来 实际上所写的论文当中 开始有比较文学性的成见 就是说 从前的话 是比较生物科学性的写法 那现在的话 会有一些情绪性的自演出来 我比较清楚 是因为我 我看徐洛瑞的这个 星光官场那一段的时候 是 好像在看那个 连续剧的脚本 有很多的 情绪性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做什么 他们看房租的广告 还是怎样 他没有来 他没有学到这一张 他在写这个 他要做的那个 发这个简介的时候 也是一种 非常强烈的情绪性的自演来写 我不反对强烈情绪性的自演 但是他必须要留理得懂 就是 就是 他在这个 他写过的漫游之内 是需要的 而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因为第一次像 徐洛瑞在写的 《星光官场》的时候 就是 前面一张很严肃的这种理论 然后突然就想说 啊 这我跟他抢了 有一句话就跑出来 但是就觉得说 我刚刚还在看这个 但是下一个 以后就在前行 我们再看这一句 这个 是打回腿腿的问题 然后 写作风格上 没有达到一个 每种 有机性的那个 渗透 或者一致性 你在写作上面 最好是不要有 这么多 一部的东西 任何一个 突部的一句话 或者一个 突部的风格上的转片 都会 引起你的读者注意 而你的读者 突然 注意到某些东西的时候 是因为都受到危险的去 读者的阅读过程 最好是像一个 你情面问题的气策一样 很平顺的阅读 但是如果说 你那气都会 嗯 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 一些阅读者 就会非常平常 因为他读得很爽 他不爽 他不爽的话 也会爽加到你身上去 就是明显的问题 你自己在这方面的话 一直做某种 提升的工作 来帮助你的读者 读得很顺 读得很爽 他就把说 老夏常常告语 有人说 你们写论的时候 每一段的第一句 你会做到 因为他没控制全部 他只要做到 对 对 这个 并不是说是一个坏习惯 你每一段的开头的时候 有这么一句话 来带回我们 继续跟随你 有意思是 这么一个写作者 你要负了一些责任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看 看本来的时候 再详细谈 然后再详细谈 但是原来本子 建立了 真的是要靠我们 在写作他下官司 那下班节目 就一直期待 就想再发生了 OK 好 我要跳到第四个电影 开始做研究以后 当然就要去开始读书 开始去查资料 那读书查资料 是一种阅读的过程 而这个阅读 在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的程序上的时候 已经必须要达到 批判性的阅读 批判性的阅读 我在下面提示的时候 有说 A hawk's eye view of material 他比较高 可以看到全球 所以我们每一次读文章的时候 不能像从前想的时候 有说 所以 Hawk's eye view 我们这种全面的观看 一个阅读材料的习惯 是我们的教育当中 没有教我们的 因为我们教育 其实教导我们的 也不是叫我们看树林 也不是叫我们看树 甚至连树 都没有看到 我们只看到树林 像的一只小虫 所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小的时候 课本拿起来以后 绝对不是说把全面读文 读完以后 他会说 嗯 这可能像在说什么 没有 总是在那里面找优美的句子 画起来 老师会考的单字 词文化起来 而我们每一个人记的时候 就记得这些小小破碎的片段 因为考试也只考了 小小破碎的片段 而且考试的时候 你还要把小小的破碎的片段 原本的照搬上去 这样一个阅读的训练过程 事实上让我们记得 很多破碎的东西 但是没有养成一个 非常有高度的组织性的 一个思考习惯 也就是说 读完一篇文章以后 我不是记得他讲的一句什么话 或者用了一个什么词 而是记得说 哈 我看出来了 他在这些文章里面 又态度倾向 然后呢 你要说得出来 这些文章是哪几个部分 看出来的态度倾向 他有些什么东西 露出来的他的这个思想的脉绿 这个是一个阅读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像 你去读读的方式 找个办对方的态度 你说 你总有在阅读过程当中 要找什么东西 没办法说 阅读 不是一张白纸 我脑筋里一点假设都没有 然后我就去把书打开 寻望书上的附近录光照我 不是 你如果真的要达到批判式的愿 的话 你要能主动带这些问题进去 你要有某一些预设 某一些假设 然后我把书打开的时候 就是印证我的假设 或推翻我的假设 或修正我的假设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是engaged 的test 不管我读的是哪个文本 我都要跟它正面的交通 我都要去理解说 看到你在说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跟我原理有的假设 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是不是挑战到 我原来想到很多东西 这种阅读的过程 是又进又出的过程 进是说进去 直接的阅读它在读什么 但是我读到某一个段落以后 我要出来 然后去用一个比较有距离的方式 看说它到底说了什么 正它说的东西之间 有那种逻辑的关联 而不是只是进去 它想一些单独的语训 这种批判性的阅读 由于你本身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带有一些假设 而且你是全然的感觉到你的假设 你知道你的假设 所以在原理的过程当中 是跟对方的理论的立场 做某种交战 所以对方在他的文章里面 写出来一些东西 可能挑战到原有的一些东西 而这原有的东西 是你已经自己先试过的 在原理的过程当中被勾起来 然后让你觉得很安逸 很不愉快的一些东西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去协调 去跟对方抗生 去跟对方磨 磨出来一个很可能 对于本文的理解 这个部分讲的是 有时候比较抽象 因为我们事实上 应该做的事情 是很具体的 拿一篇文章 然后每一个人都读过这篇文章 然后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文章 写一个上面 我们就觉得这篇文章是什么 有点大宝票 因为每个人都会不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阅读以后的一个 summary 通缓在一起 然后来谈 为什么你这篇文章的时候 会注意这些语句 会注意这篇文章 会挑出这个文章来问 而另外的 你却不做这样的事情 你都挑出另外一些东西 你注意到另外一些重点 为什么 然后从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 回头去看 到底你有什么假设 你有什么假设 你有什么假设 以至于你们所关怀的东西都一样 在这样子的一个思念的过程当中 其实掠读 不是被动的去看一看对方说了什么 而是主动的透过我对于对方理论的一个反应 来了解我自己的这些立场 看出来我的立场和最高的立场有些什么样的差异 那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 就是许规定和规定 Critical reading 就是说我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立场 我就来套的一篇文章 以至于所有的文章被我录起来的时候 都有同样的一个提案 这个不叫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有一个中间的抗拒的妥协的使用的 挪用的问题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两个固定的entity相遇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某一种渗透 某一种载变 某一种经过对方冲击以后 让你更累 或者更坚实 或者更尖锐的某些立场出现 我认为这是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不是套公式 不是自己从来一遍 每一个有Critical mind的人 他在读完的一篇 跟他的说法不太一样的东西之后 多多少少就会变 你都会变得要的变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接受了某种挑战 而且做出相应的调整 他认为这个叫Critical reading 所以一个有Critical reading的能力的人 他除了任何一篇文章 都会让他的功力再增加十分 对他 对他 跟他这个观点不一样的东西 不但不会 挑战到他 把他整个打垮 然后全部是一张白纸从头再开始 相反的 真正有Critical reading的人 他是会挪用这些新来的input 这些新的资讯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做某一程度的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再把他 让他自己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上 重新出现 所以对于有Critical reading的 对于Critical reading的人 每一次的阅读 都是Linux的工具和增进 那下面当然你要问我说 那到底我要怎样才能够促进 我的Critical reading的能力呢 我从前告诉人家说 你就是要读各种不一样关键的东西 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所谓的发展这个 逼半思考的能力就是 就是听听很多各家之说 然后他中间凝聚出一个女子主义场来 我现在从前都比较不相信这种选拔 我现在比较相信的是说 唯有把自己放在一个 看主流不同的 一个抗的位置上的人 才比较有机会 可以形成最后的努力来的 这个批判的能力不来自于一个 一个坐在主流位置上的人 一个主流位置上的人的话 他在他所有的主流的观念的包围之中 他是觉得我当然对嘛 你看大部分人都这样想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啊 我在媒体 在教育当中所经历 所有的东西都持着这样的观点 所以如果说我是主流的人的话 应该是非常舒服的 舒服的在这个 我所处的这些思想中学院 唯有那些不在主流的位置上 或许在边缘 或许被压迫 或许被压迫 或许被人家不入游 为何不入的这些人 由于他不在主流的位置上 而感受到主流观念的压迫 他比较可以在他的位置上 发展出来另外一套抗争的说法 抗争的这个论述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在发现的 学运里面 或者复运里面 公寓里面 比较热情参与的学生的话 好像比较话多一点 也比较常常会挑战人家 好像讲起话来也比较完美一点 讲起话来也比较深度一点 原因就是因为 正因为他坐在一个比较吃力的位置上 比较不站好坐的位置上 所以他才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既要知道对方说什么 还要知道我要谁的方式去对抗对方 只有在这种resistive posture上面 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姿态上面 才有可能真正的全面的发展出来 或批判你的能力 说这个话的意思 其实跟学术学位于论文的写法 又有可能陷上了线 就是说对于一起进行的 是我们的思念 我们总要保持某一种距离 保持某一种批判的态度 某一种观看的态度 才有可能来发展出来我们自己的道路 所以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保持距离 采取批判的态度 采取一个跟人家不一样 而且不可合作的态度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这样条件之下 可以慢慢的发展出来 一个批判的角度 还有 mijn community ¿iantly? 인ications 第四周的第二部分 认识别人的东西 不单单是在检验 别人和自己之间的距离 同时还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 或者 read beyond the words 你不单单是在行语行之间 去找他的文匠 一些隐蔽的含义 你还要想想看 在这个行语行之外 而这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说,通常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的最近流行调整性内衣 然后你读这个文章的时候,如果你是说,哦,这对对,那现在就流行,你如果take it for granted,这么一个报道就能告诉你流行调整内衣 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们周围大家都在用调整内衣的话,这是很危险的这个说法 Clinical reading 然后会处理到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或者说每一次报道就有调整性内衣 后面都有个专家说法,专家认为说调整性内衣是可以帮助女性改变她的身材啊,什么什么的,讲一大堆 这个专家,请你阅读的时候,这样子继续看她是什么专家 比较诚实的记者会写,就是调整性内衣业者某某某说 在这里的话,这个专家的利益带拉拥是很明确的标识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念读的时候,不能只能对方说了什么 我们还要小心地去勘察一下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把它讲解出来 她在什么节目也想说,她说这个话站在什么样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位置上面 所以这样的话,你不会去继续超别的一句话 你还要注意是谁讲,什么时候讲,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对着什么人讲 讲完以后可能有什么样的效应,她在什么媒体上出来,在哪个版面出来,都变得很重要的关键 但我们在读学术论文的时候,一样的,她在什么样的,不要说是进步开幕啦,还是一般的学术开幕 她写作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写作,她提出来证点的时候,可能有什么样的含义 都要包含地区外区的 我觉得在很多学生写学术论文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目前的话,议论学派越来越多,科斯料的修法越来越多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说,这一派到底说些什么东西啊? 哪看我跟别的东西的关联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对于学术领域里面的吩咐不是非常清楚的话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要去抓影响是很大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要对于学术领域里面多知道一些事情 知道谁是谁的土地,谁和谁有什么样的过节 几年几月的某个开幕上,他们曾经经历过某种论战 对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稍稍有些知道 能够帮助你对于现在某一种论述出现的时候 它包含了怎样的异议,留意要好掌握 换句话说,你要对于一个作品当中的异议 可以适当的含义,做出某种分析的话 不单单要读这篇文章,他要知道很多其他的事 写出来的都会越来越难 他要知道很多别的东西 快快飞,快快飞 第五周 厉害啊,一小时就可以讲完第五周 对你自己所阅读的东西,尝试用自己的话去写个三维 那这里review of literature 我前面已经谈了一些部分 intentions and ramifications of the source 我也在indication 里面重析 所以我们就讲十秒钟的讲完 我是说要特别把前面的东西讲快一点 是因为六七八是我最重要的章节 也就是真正写这个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是从来没有人被真正的处理过的部分 OK structuring a game one 你的文章到底要怎么解写 有一些什么样的章节 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这一部分的话是整个架构的部分 好,那下面我们就要谈了 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development and sequencing 一个是beating and choosing 我先从第二个讲起 写作 写作是把你所知道的东西丢到手上 写作一定要经过一个选择的过程 选择的过程 因为有些东西比较直接相关 有些东西是不相关 或者距离比较远 或者它放在文章里面 会引起别人另外一些联想 会把你的中心的论点给削弱 这方面的话 大家特别要调进一个选择的过程 当然选择到底要选择什么东西 这里面当然要牵涉到说 你对这个领域损失多少 我们用日常生活的领域来去 我到底要选择讲什么 今天这位老师给我一篇作文说 我寒假当中所做的最难忘的一件事 你会选哪一件 哪一件是会真正的引起 一个比较好的写作的过程 有些人会说 我就写那个真正我很难忘的事情 可是那个难忘的事情 因为他太难忘 情绪心机太大 我都写得好 有个时候写作的时候 要取巧 取巧就被人说 那既然这个事情我写不好 因为还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 能不能静下来 所以写不好 那我要选一个 我觉得会讨好 会取巧的一件事情 在寒假当中 我要想想看什么东西 是别人没讲过的 哪一个角度是别人没有取用过的 所以我在选择事件的时候 当我从我扣的书上 我要学哪句话的时候 我就要特别注意 我到底要引用他的哪一本书 引用他哪一本书 是不是哪句话 是经过一个精细的考量 也就是说 在他的哪一句话当中 我能够找到最多的用途 来展示我的论文的含义 要怎样去选取 这个是要靠你越来越的经验 慢慢去发展出那种观念性的思考 才能够选择到比较合适的东西 放在这边 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说 就是文字上 你真的应该指 我就挑一句出来 选择本身 是一个脑筋的运作 我到底要怎样来叙事一个过程 我回到刚才我讲的 那个寒假的过程 或许你选了一天 是你爸爸带着你到小西边去摸鱼 你选了这么一个故事要写 你何以用这个 诺诺再教过 感谢观看